這裡有什麼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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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恐怖學院 7月5號起 西門町New West 大國異星 他們兩位之外還有很多同學對你有一些 抗爽 打電話叫他出門然後一直叫我去載他 然後呢我連他的提款卡密碼都知道 因為他每次去載他他都會給我350 然後呢他有一次沒錢然後就說他不會領錢 然後就給我密碼 所以我現在密碼他都會背 下個大雨就不能寂寞就上課叫媽媽送 乾脆不要上課好了 媽媽 寶儀怎麼連開門都不會 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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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儀你到底是因為這件事情 不想自己做還是真的不會 這個我想補充一下剛剛那個 驚揚的朋友白猴 他剛剛跟我講一個開門實踐 這是因為我家的門非常複雜 他的鎖非常複雜 對 然後有一次呢就是很誇張 就是我要開了之後 因為我都每次要左轉右轉 我總是不知道要開到多久 然後有一次是要排戲 10點就要到學校 然後我9點就起床要出門了 然後打開怎麼開都開不了 怎麼開都開不了 一直開都一直開不了 然後因為我家的門有內大門跟外鐵門 所以你過了一關之後還有外面一關 所以我是覺得很麻煩 然後這時候 我家也是 10點的時候 PatrickAPP給我了 對不對 然後他問說人類… 然後我還回他說 在家門口… 然後他又回傳說 怎麼不趕快出門趕快來 學校排戲也排戲 我說 我開不了門 然後被反鎖在裡面 他把自己反鎖在家裡面 你為什麼用驕傲的態度來講 你怎麼這麼開心 對啊 因為然後後來就因為這樣子 然後我真的受不了 後來請鎖匠幫我開門 好扯喔 人在裡面 然後請鎖匠來開門 好 這三位同學 大家覺得誰最誇張把他寫下來 同時也要問問我們的廖老師 哪一位是你的小孩你會受不了 第三位 保育 保育 真的 為什麼 我覺得有時候綁鞋帶什麼東西 其實在小學的時候 父母就應該要教了 小一的時候 你就應該開始教說 這樣… 一次不會 兩次不會 三次 四次 十次一定會 小孩沒有那麼笨的 所以我覺得 那個就是你應該要做的 你知道我們大學的時候 有個同學 到大四的時候 他每次出門的時候 只要是有鞋帶的鞋 他又偏偏喜歡那種很高的 然後綁個鞋帶的那個鞋子 都是他媽媽這樣 一孔一孔這樣 把他弄得平均的 幫他弄上去 有一次我去他家 我說 你怎麼這麼不孝 他說這乾什麼不孝 我就是不會綁 我說你不是 可是你有念 你有考那個學校的那個智商 為什麼沒有這個 你根本不想用心學 他說反正 反正我媽也沒有失作 他這樣幫我綁的話 他覺得自己說 他有照顧到我 他覺得有成就感 結果講這個話不到半年 媽媽過世 就說這個小孩就突然 我去的時候 我覺得你不會覺得很對不起 你媽媽 我說你現在要對得起他 就說你好好的活 所以他後來學綁鞋帶 一次就學會了 其實一點都不難 他就認為就是說 媽媽這樣扶持著 跪著幫他弄 他自己覺得 媽媽也很開心 我也很開心 但有什麼不好的一點 我們看大家最受不了的 寶藝是滿多票的 Angela 我覺得如果人家不會的話 我覺得是朋友 或是家人之間幫個忙的話 如果你低聲下去 或口氣好一點OK 可是它是真的 有點理所當然 就是你不能用理所當然的方式 就是去看待這些事情 會讓人很神奇 我們就來看一下 其實 除了他們剛剛不會的這些 有些生活技能 自己不會真的是 很誇張 好 首先是這個 外出篇 出門距離有限制 沒朋友 我就春不難行 請問一下大家 你最遠獨自去過哪裡 劉璇 因為我之前去紐西蘭的時候 我除了轉機以外 我到了紐西蘭本地以後 他是直接就是 HOME STAY把我接回家以後 然後那個HOME STAY跟我說 裡面搭幾號公車 在哪裡哪裡下 他就也沒 我也不知道說那個路長什麼樣子 就是任何地方我都不知道 他只告訴我說 你要搭幾號車 在哪一個路口下 就自己去探索 對 然後到時候 你還要自己再想爸爸回來 所以要問一下我們這邊的同學 保育 請問你最遠可以到哪裡 一個人最遠就是到石定 今天 石定 對 因為我今天要來這邊的時候 開車 開錯了 然後開到國道3號 一路開到石定 後來才發現 對 所以這算是維路 當然好 不然最遠應該是今天這邊 你有衛星導航嗎 Google 就手機 Google還是跑錯 還去石定 就看錯了 就是那個指標總是慢半拍 我開過頭才 是… 你平常上課都怎麼去 好天氣騎車 然後壞天氣的時候就開車這樣 阿肥都鞋帶不會打 應該出門也是要靠別人對不對 就爸媽會接我 幾乎 媽媽那妳美食做嗎 自己應該有 就是等一下到巷口去買 便利超商買東西而已嗎 還是 就是很近的話會自己去 商店的話就會自己去 OK 大部分都是 一個巷子的距離 是 好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其實在外出方面還有第二點 這是誰的事情 阿塑 阿塑我的 我們來請這個控訴的人爆料 好不好 我們來聽一下這位受害者他的控訴 因為我們是四點半要登機 然後阿塑 因為我們辦一辦 然後排到阿塑的時候已經四點了 然後 然後我們登機的時候 就是過海關的時候 發現阿塑他沒有辦那個 遺難的出境手續 太誇張了 然後那時候已經四點鐘了 然後最後就是他被海關攔下來 然後那個海關帶他去找那個空服員的地勤小姐 然後幫忙他 然後才在四點二十的時候順利過海關 然後我們就飛奔的到登機門口 這種很恐怖 你會覺得瞬間你的背脊這樣開始涼起來 然後冒汗 然後想說怎麼辦 因為是去工作嘛 這位隨行的辛苦工作人員 也是我們之前大學生的工作人員 是 我們請歡迎這位辛酸的爆料者出場 歡迎阿塑 好 好帥哦 好帥哦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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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帥哦 好帥哦 阿塑哥,剛剛那只是一個噩夢的開始 其實後來這個同行之中 有很多很離譜的事是嗎 就是在我們還沒有出發前 然後我們就用那個手機的聊天軟體 因為到大陸一定要換人民幣 那我就跟他說 我會換一千塊人民幣 那大概是五千塊台幣 然後你們自己要換多少 就是你們自己去換 對 然後他就問我說 那阿塘哥,那你換了嗎 我說我還沒換 他說那你可以幫我換嗎 我說... 沒有,我心裡就想說 他就說 你換什麼 自己去換就好了 就我為什麼要幫你換呢 然後他就說 沒有,因為我家住在陽美 我說那光我屁事 就這樣 好